以前的那种Discord 它Discord的地方 当成脚下 你把建筑物当作是种有生命的物体的情况下的 其实废墟就相当于建筑的秋天或者是冬天 它已经烂到因为天花板就掉下来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都是这样的 你时刻不知道天花板会有什么东西掉下来 地板会被爬起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 不保抵是告诉大家的原因 进入公共场所去报告 我自己随时会请 请自觉买票入场 第一次废墟太简是在2019年的10月份 它的第一个废墟是世博园 当成园区里面还有一架飞机 第一次盼完飞墟以后 我就深深的爱上飞墟 然后我就制定了一系列的废墟探险的计划 其实城市探险的文化在中国发源大概在2000年左右 可能随着废墟数量减少 有一部分也逐渐的退坑了 它又回归到一个小众文化了 显现于个人的一种爱好 而不是一种可以把它转化成商业的一种东西 如何进入废墟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可能会进行一些攀爬啊 翻阅啊 钻狗洞啊 这些形式 无人之后的这种感觉非常的让我震撼 心灵上有着强烈的冲击 我能看到过去时间上的一些印记啊 包括一些历史人怀在里面 反正裹挟得非常复杂的一些元素 这就是派费是最主要的两个点 建筑结构和一些小物件 在现在来说已经是不常见了 或者说几乎就是绝技 这一开始这还是比较典型的 七八十年代苏联式的这种风格 外加的一些自己的传统元素 你看它像在这边的拱柱上面 我之前去的很多的影视院 它没有这种 但是他们的装饰这种电话都是差不多的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康泽所说的崇高感 就是一种对崇高事物巨大的事物 心灵上那种压迫感和崇敬感 所混合在一起的美学观感 这种是已经很难见到了 很难见到了 我在别的剧院里面好像就没有找到这个东西 但是能找到这个东西 就会觉得哇好神奇 应该是他们影居院当时自己内补出的一本报纸 环剑齐情 罗马假日 比如说来到一个地方 他故意留下一些自己的东西 大多数情况都不会 就像犯罪现场一样是一个道理 完整的就是他最后的真实面貌就是这样子 这是城市探险的意思 在我们不会留下一针一线 只留下我们的足迹 以前的影居院就是什么东西都有 网发 电视台式 其中所有的商城力量 基本上每个比较大的战场都有一个影居院 也是他们当时的地标和娱乐文艺活动中心嘛 你看这边有一个非常早的这种观影台 上面的字体还是那种七八成应该的 这边估计是剧场里面曾经是用过 一线都能打彩球的地方 南汇县的现在都 南汇县都没有的 这一部分代表了老上海的精神家园啊 他们过去美好生活的一些痕跡啊 也同样的代表了城市高速发展的一个趋势 这些东西是有价值 但是保留在记忆中也是可以的 永康路 武康路可能在未来五十年后 它甚至也会整体更新改造啊 它们也可能变成我们传统印象所说的废室 五六十年后的一些年轻人 对这些东西充满好奇啊 而且探险 它就是一种历史的情感